目前看起来台股乖乖的照着我的推测是这样子在做的 因为我雪花季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想见的啊 股市的状况也不会太好啦 传统产业会受影响啦 明年度应该 好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21号 特别把这个时间录下来 跟大家讲是因为 今天影片呢就有人提到说哎呦我在讲什么事情是马后跑 好啦那你真的要怀疑说我是因为事情发生我才讲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可以跟你讲我一定都是前面就录了 因为我很多时候都是前面就录了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啊 指挥初接班在11月14正式开班了 我们是唯一啊有得到劳动局人才培训机构认证的教学机构 课程内容包含教学方式都是非常严谨有结构的 从基础的原理带你可以自己掌握指挥动数 我们有完整的一个助教团 陪着你一起办读陪着你一起做作业陪着你一起做笔记 在美国的学生呢因为有时差的关系 我们也会配美国的助教给你 所有上课的课程内容呢 我们影片都会保留你都可以做课后的夫妻 并且呢我们会组建一个讨论群 有什么问题呢你也可以放在群里面 老师也会回应我们有完整的教材 对于命理有兴趣的朋友 你希望很完整的呢学会指挥动数 甚至你已经开业很久了 别的命师客人只要走进门 他大概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了 甚至连生成八字都不需要 这些高级的技巧在我们的课程里面通通都有 11月14号即将开课了 欢迎大家来报名 台湾今年重头戏当然就是玄虚啦 上一支影片之后有跟大家讲 接下来大家就等着看好戏 果然呢我们呢就看到一场好戏 找了一个根本没有登记资格的副总统候选人出来 然后演了一场戏给大家看 隔天他就发现他不能选了 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不小心或不知道的 哎呀你如果说这是不小心不知道的话 我们只能够支持这样子的候选人 他台湾首副委他选个候选人不知道说他美国籍不可以登记吗 算了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人 因为免得呢这一集又有人跟我讲说 哎不要谈政治不要谈政治 那我们可以谈谈民生或经济对不对 我要知道民生或经济才会知道说股票的走势啊 但是问题是我们又不得不考虑到 谁当选之后股票走势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在今年年初我就曾经说了 这一次当选的人啊会是台湾人 然后呢会是让对岸呢会觉得更有压力的 当然台湾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可是呢在这样子两边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呢 今年端午过后到中秋之间开始台股就往下掉了 国立的8月10几号台股就开始往下跌了 那今年台股最高会有直接到17000 那接下来就往下一直走了 目前看起来台股乖乖的照着我的推测是这样子在走的 明年度应该整个经济的状况也不会太好 但是呢有的时候当下的不好也许是未来美好的开始 现实的情况是啊 我们的生活就是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 那我们要投资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决定 我们要发展什么 我们的产业该怎么走 我们该去做哪些事 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些事情 我们不可能不去考虑到底今天是谁当政 对不对 比如说那个换了一个市场之后呢 我们小孩的营养午餐可能都没有了 换了一个市场之后呢 本来文化节应该是吃到是米粉跟贡湾 结果现在看到的是建设公司的摊商在卖房子 各种各种奇怪的事情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说 不去考虑我们到底生活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子 9月过完之后 今年只剩下10、11、12 那长期有在看我月韵的朋友都会知道说 通常你到了农历的最后三个月 其实隔年的四化 年度的四化已经开始在影响它了 明年的年度四化呢是走价 所以太阳化景开始在产生了 谁要当太阳这件事情呢 已经在高度的在影响着我们今年最后的这三四个月 那到了9月份呢影响度当然还不高 可是9月份呢在国历的10月15号 也就是农历的9月初一呢 我们走的是人须月 任良执着物 天良化路 指挥化圈 中复化科 无需化气 天良既然化路 所以啊在这个月份里面就个人来讲 如果你的佛工 命工 官路工 财部工 歉宜工 各工委 不管是你本命盘有跌到 运线盘有跌到 这个月份呢都是很好去拜拜的月份 跟审民商量事情的月份 如果有兴趣呢 也可以订购我们的开运商品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好跟神明结缘的月份 也是一个啊追求自己心灵的月份 也是开始呢一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中秋节有过 我们开始会省思说 我这一年以来我到底做的这些事情 有没有符合我的人生需要 都可以在这一年里面的好好去想一想 在这一年里面呢重新开始啊 去拟定自己未来的计划 这是这个月份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说呢 一进入9月之后呢 就开始会有啊 各种文化啦宗教啦这样子的活动 或是这样子的新闻会出来 那当然呢 因为无许话记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想见的啊 股市的状况也不会太好了啊 传统产业会受影响啦 不知道影片上的时候啊 风潮过去了没有啦 但是呢 应该影片拍摄后的一周或两周 现在是9月21号 大概10月初 我们蛋价又要上张了 因为控制蛋价那个人被赶下台了 所以现在蛋价又要上张了 希望影片在上的时候呢 这个事情已经又结束了啦 反正台湾其实就是缺那么10%的蛋 被大家炒作来炒作去的 不知道在紧张什么这样子 要骂我蛋的事情呢 就不要再留言 扯不完啊 我人生在当命是之前啊 做的原物料生意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说啊 台湾的农业啊 是怎么样操作模式 那这个物价上涨到底是谁害的 所以我会很清楚知道说 到底谁有在做事 也很清楚知道说 为什么这个人下台之后 蛋跟着又要上涨了 所以呢 传统的产业呢 基本上在这个月啊 会比较受影响 因为这是一个总府化科 职位化全的月份 所以呢 如果是你的紫威星 在你的命工 灌路工 财不工 你又希望说你自己呢 在下半年呢 可以有一个新的 或者是好的发展 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月份 这是一个 让你可以有机会掌权 有机会可以开创 那个自己新事业的月份 总府化科 如果说 在你的 狐狸工 灌路工 财不工 等等的 这种工作岗位上的 运献盘的工位的话 也就表示你在这个月份呢 比较容易会得到朋友的帮助 虽然 因为他是化科 所以虽然他的帮助呢 其实只是就是 心理上的关心比较多了 但实际上还好 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但如果说你是在命工的话呢 那这个月份可能是 你帮朋友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基本上呢 如果是天良星 佐福星 或者是吴许星呢 在命工的人呢 在这个9月初呢 农历9月1号开始呢 这个人月 基本上呢 都是比较繁忙的一个月份 紫威会不会啊 紫威其实也会 因为你化圈了嘛 你要一直做很多事情 你要当老大 其实也会 你身边如果本身就有那种 忧郁或照顾症的朋友啊 在8月的时候啊 他一定很痛苦啊 那我们好不容易过了 这个8月份之后呢 来到了这个舞曲画期的月份呢 它大概就是一个 让你觉得钱不太够 跟你觉得环境有点不太好 这样子而已 但实际上因为它天良化路 天良化路会去补舞曲画期 所以真的没有钱 在这个月求财神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月份呢 我们学会的很多会员呢 都来开关拿我们的聚宝盆 到了国立的11月8号 也就是立东过后呢 开始会进入魁海月 进入了一个很疯狂的状态里面 我们常常讲每一年啊 它的最后三个月啊 会是最体现一整年四化的情况 所以呢在9月份呢 开始在进入尾端的时候呢 要开始注意说啊 如果你有什么不能见光的感情啦 或是你有除了你老公之外 别的男人啊 不要忘记他做佛华哥 那这个月都要消息 在你的命宫 夫妻宫 官路宫 牵宜宫 都需要小心 很容易被老公抓到 接续的月底的这个 贪狼花季跟破军花路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说呢 农历9月呢 过完9月15之后啊 整个的心绪跟情绪呢 都会爆棚的状态 你会希望呢 你会拥有更多的东西 尤其你是贪狼捉命的人 或是破军捉命的人 你都会希望说 你的人生会可以啊 觉得今年好像都没有办法 做什么事情 我一定要好好计划一下 在明年要做什么 但是我必须奉劝大家 如果你是贪狼捉命的 破军捉命的 贪狼捉命的 破军捉命的 或是在财博宫的 这两颗心得不管在哪个工位 只要在对应这个工位上面 你开始有觉得说 哎呀我对我的感觉不满意 哎呀我对我工作不满意 都希望大家要在这个 最后的年底的三个月里面呢 要稳定一下心绪 好好仔细想一想啊 这你现在想要做的改变 真的是你要的吗 你现在觉得身边的这个人不好 换掉真的会比较好吗 现在这个工作不好 换掉真的会比较好吗 快去划路捕贪狼花季 我们会希望有所变局 来去弥补 我们内心的不满 现实的情况是 命盘中间很容易就卡到 各种奇怪的杀行 陀螺啦 情阳啦 火星啊等等 就造成我们在情绪上面呢 因为你的欲望 在补上了那些情绪上的杀行之后呢 让你去做出错误的决定 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 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我们呢可以去想一下说 我们未来要干嘛 可是呢给自己一个 大概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在年底的时候呢 好好地仔细考虑清楚 而不是去冲动地做出决定出来 那这样子呢才可以确保呢 在未来的假年的时候呢 我们会为我们自己呢 做出一个好的选择 假年连真化路 它是一个可以稳步而平步清云的一个年份 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在 今年的最后这三个月里面呢 还要思考一下 未来该怎么办 千万不要在最后这个月份里面呢 开始受到碳螂化期的影响 然后去做出不对的选择 这个月份呢需要注意的事情啊 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官非啦 或是车祸啦等等的事情 我们终于离开了天象化季 文昌化季 跟天际化季啊 这种各种各种灾难的月份 那这个月份呢 我们需要对抗的自己是自己的内心 是跟自己对自己心灵上的追求 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我们就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未来该怎么办